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由于政府多年行众无作为 强拆了我们家房屋以后 把我们的财产拉走至今8年了已经 依旧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和财产的归还 在居于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又曾经受到一些屋里的政治迫害 屡里被这个抓紧走牢 为了真正达到 我们诉求的目的 我没有办法 明天我将 到区政府去 继续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争取政府 这个 党和政府的干部吧也是可以说 一把制锅 给我们一个 公正的 解答 对于我们的诉求 看看政府 有什么 这个 方案 他毕竟研究了8年了 如果说 问 如果说我们问责党政 对于党政 最终的这个 初衷的这个拥戴 产生了一些质疑 以至于 可能 要导致我们 虔诚 仰慕主耶稣 这里边有党和政府 一些 污吏 造成的因素 毕竟他们 八年了没有给我们一次 正经八百的 打破 推北料制 老是在处理中 我们不知道政府 还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够 给我们一个 最终的 结案方案 我们 期盼的这一天 也可能 因为明天我 拿着 刚才 这个 我 我写的这个 民众向党和政府 请愿 到 区政府去请愿去 很有可能 再遭 政治迫害 被抓紧坐牢 但是为了我个人 也和可以说为了广大 中国民众 我认头认可 甘愿做 普通时 毕竟 中国的法律 和这个社会 这个与时俱进 推 必须推动 中国要 一把制国 不要 以权谋刺 导致民众 爱往遍野 速农迟 追尽 订阅 词 订阅